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银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有会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期货市场方面 今天的方面要一句话的总结 那就是股指连续下转商品较强 化工油脂灵长黑色调整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今天股指期货继续走弱 近期表现较为弱势 而商品市场整体走强 其中化工成为灵长的板块 油脂原油软伤也都出现较大幅度的走强 相比之下贵金属表现较为弱势 煤炭建产也是出现回路调整 但是整个旁边还是处于一个多头的氛围 我们来看今天涨跌盘板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前10个品种涨幅都是超过2%以上 尤其是不锈钢和尿素强势涨停 纯碱动力煤 LOPG PVC也是大幅上涨3%以上 所以多头力量较为强劲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焦炭下跌4% 铁矿石只将花生超过2%以上的跌幅 那么其他的品种都在2%以内波动 所以今天空头力量相对较弱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走势 现在看到多头方面 热点品种 不锈钢 强势的涨停 我们可以看到高开高走 日内也是突破前期的高点 创出新高的水平 那么继续延续了一个强势的表现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机会 尿素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前期冲高回来之后 今天再次跳空高开高走 强势的风度涨停 日内表现十分强劲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表现 再来看到原油方面 原油 那么近期也是说外跑的一下 持续的拉涨 日内也是创出新高的水平 虽然充高火落 但是目前还是处于一个 多头态势当中 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机会 纯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日内也是涨幅超过4%以上 起本走强 那么再次达到前期的关键位 3000这个关口 如果进一步走强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一个机会 RPG 那么日内也是大幅的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多头 持续的增长上行 虽然充高火落 但是目前还是处于一个 上升态势当中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一个机会 短期注意做好盈利的保护 PVC 也是类似的走势 包括甲城都是类似的走势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日内也是大幅的拉涨 但是随后充高火落 目前也是短期有一定的抛压 所以我们在跟随趋势行情的同时 也要做好盈利的保护 再来看到动力煤 那么近期也是持续的拉涨 不断创出新高的水平 那目前也是突破1000关口之后 大幅的拉涨 那目前进入一个加速拉升的状态 需要做好盈利的保护 再来看到油脂方面 那么斗油 中旅油 正油 那么整体来说 都是表现较为强势的 尤其是中旅油 那么受外盘影响 近期内也是表现较为强劲 日内也是突破前期的高点 再次创出新高的水平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一个机会 斗油和菜油相对来说 目前还是属于一个区间之内运行 关注到后市 能否连度增强 再来看到斗力方面 斗二 那么日内也是创出新高的水平 目前达到4000期关口附近 关注到后市 能否再次突破前期的高点 斗一 也是蠢蠢欲动 目前达到前期关键位附近 如果进一步走强 也是可以继续跟踪 多头一个机会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化工品 以及农产品 还是整体表现较为强势的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铁矿石 还是延续了一个空头的表现 日内继续 创出近期的新低水平 延续了一个下跌态时 可以继续跟踪空头的表现 玻璃也是类似的走势 创出新低 那么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偏弱的格局 目前也是出现大幅拉伸之后 然后快速的回落 今天跌幅也是达到4% 目前处于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调整 目前也要注意老仓多担 做好盈利的保护 再来看到花山 那么日内继续破位下跌 延续了一个空头趋势 目前也是处于一个 十分弱势的状态 可以继续跟踪空头机会 玉米淀粉 目前也是表现比较弱势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日内继续 创出新低的水平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空头的一个表现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多头还是占据了主导 但是部分品种也是走出了空头的行情 所以整个盘面还是游手分化 我们给大家制定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商品大涨之后波动加剧 稳健防守 做好盈利的保护 那么多头热点品种 我们刚给大家详细分析了 化工品 原油 甲醇 LPG 尿素 这些品种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阵态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持续性 农产品方面 棕榈 油脂 那么豆饿 豆一 这些品种也是可以去关注 它后世的一个多头机会 空头热点还是我们说的 弱者很弱的品种 黑色系当中的铁罐石 玻璃 那么还是继续创作新低 农产品当中花生 玉米淀粉 也是表现非常弱势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多强空中的对冲操作 那么现阶段 商品经过大涨 包括部分品种大润之后波动了加剧 那么我们从前期的一个积极进攻 也要进入到一个稳健防守的一个状态 那么做好盈利的保护 防止价格易动的一个风险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操作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